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了解 当时一位医院工作者通过汪建民的粉丝借给了汪建民600多万的现金 本以为汪建民这样的工作人会非常的守诚信 不会存在欠钱不还的事情 然而 却令他意想不到 当他借完了钱以后 却没有得到还款 因此 他非常的气愤 将汪建民还有他的粉丝 以诈骗罪告上了法庭 因为借钱不还 还闹上了法庭 允许被公之于众 他的财务状况也是被网友们扒出 原来他的欠款远远不止这一笔 曾经他还向多家的贷款公司借款 一借就是20万 后来连20万都还不了 只能一借养力 后来这个球也就越滚越大 甚至是负债加起来超过有百万 虽然当时他已经和医院的工作者达成了协议和解 但是压力肯定是很大 像汪建民这样的一线主持人 为什么会欠债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究 汪建民曾在台湾主持过多档顶级热播的综艺节目 像王牌大间谍 国光帮帮忙 还有我们熟知的康熙来了 他也曾在里面担当过助理主持 风趣幽默的他 艺能感十分强 有段时间他被称为铁头台湾综艺主持人 在台湾的影视圈内 当时的汪建民也是一个闪闪的明星所在 擦演了电影《拥抱大白熊》 《肝胆豪情》等 和电视剧《终极恶女》 《廉政英雄》 《新兵日记》等 只是很可惜 他饰演了很多角色 但没有一个角色被观众熟知 他既涉猎了警匪片 也涉猎了很多偶像剧 但没有一个领域是自己特别专长的 汪建民说 我喜欢去尝试一些角色 在他的演艺生涯中 多的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小角色 他觉得这是一种尝试 这话一点都没错 但如果我们把人生的每一步都走成了尝试 便是错的了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只拥有一次的人生 我们不能把人生过成尝试的人生 人生从来没有回头路 我们只能往前走 所以我们也只能不断地利用尝试 来让自己变得更好 从而让自己走得更长久 我觉得自己主持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汪建民说笑地向我们介绍着自己的主持风格 说者无意 听者却有心 很多人觉得汪建民讲的就是这样 他的节目里也有趣 也幽默 却总是一成不变 没有自己特色的主持风格 多变并且飘忽不定 作为一名演员 最大的禁忌 便是在自己没有任何定位的情况下 一直坚持跑龙套 并且从不为自己争取方向 而作为一名主持人 他也似乎从来没有特别准确的风向定位 以至于人们还没有认识他 他便自己落幕了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他能安安分分在台湾做好一名综艺主持人 或者是一名演员 想必也不会混得太差 甚至于要到借债的份上 事实上汪建民抽烟赌博 尤其在他年轻的时候 特别喜欢穿名牌衣衫 开豪车 肆意挥霍 直到现在慢慢年纪变大 越来越懂得年轻时不理财 现在学来不及了 我只能把今天过好 明天的事明天再想 他开始后悔 但现实只会交给你结果 所谓的后悔 也只是昨日故事 对于爱情 大概是观众对汪建民熟知最多的部分了 因为汪建民总是有很多桃色新闻 在《康熙来了》上 大家都喜欢说 汪建民的那些女友们 别看汪建民长得不算小鲜肉 又或者高颜值 但他绝对可以 算得上是一座循环可利用的中央空调 这恰好是大部分女孩口中的 那个暖男形象 台湾著名女星柯以柔 被称为是汪建民的备胎 两人暧昧了那么多年 汪建民一个一个的换女友 柯以柔受伤了那么多次 依然还愿意与汪建民同台上节目 就连汪建民本人都表示很惊讶 却再次以暧昧不清的关系拥抱彼此 名模张安琪是痴心绝对演唱者 李盛杰的前女友 据说就因为一次外景主持节目上 汪建民为其包了虾壳 便对眼前这个暖心的男人动心了 而后同公司的黄丽 被曝和张安琪喜欢的是同一个男人 为此两人似乎还有过一段时间的舆论争 而最被大众熟知的 也是汪建民公开承认过的 便是曾宝怡的妈妈王美华 这对女大男12岁的忘年交爱情 从刚开始的打死不认 然后暧昧到半推半就 后来高调公开 最后高调分手 两人交往之后 汪建民还曾在媒体面前直言 自己对王美华的爱称是妈咪 但起初 两人确实用实际行动 让我们看到了两人之间存在的可能 就连宝妈前夫曾志伟 都为两人送来了祝福 曾宝怡也不止一次地 在公开场合承认过妈妈的 这段忘年交爱情 并祝福妈妈幸福 不过好景不长 所谓人心不改亦不患 这段爱情仅仅持续了三年 两人便分道扬镳了 后来在节目中 宝妈表示 两人分手是因为 二人地位相差悬殊 在与宝妈交往后 汪建民遭到其他人调侃称 今后不用上通告了 这句话让汪建民耿耿于怀 导致两人在财务方面计算得相当清楚 宝妈无奈表示 你们知道 他连五百块都要计较 有时候吃个面 唯有零钱 顺手就付了 他也坚持要算清楚 因为感觉到汪建民的压力 于是宝妈主动提出了分手 并感慨称 当然会难过 但如果不分手 互相拉扯之下 压力终究会爆炸 到时候连朋友都做不成 再提到汪建民在分手后 报受八公斤一事 宝妈也忍不住心疼落泪 当被问到两人分手后 是否还有机会复合 宝妈则回应称 不知道 如若汪建民将来有了新的对象 宝妈也直言 我会站在朋友角度 客观评估祝福 这么深厚的感情 不应该因一点私欲而毁灭 我们一定是很多辈子修来的缘分 分手后的汪建民低调了一阵子 后来被媒体拍到 和模特白家琪热吻 不过恋情被双双否认 汪建民说 与白家琪只是邻居 没几个月后 白家琪带球闪嫁圈外男友 这段绯闻算是彻底结束 2016年 汪建民再次被传出 与某位女演员的花边恋情 并被曝出 对方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但随后两人均出面 正式否认了恋情 自此之后 凭借着花边新闻 被大众熟知的汪建民 再也没有花边消息了 在综艺《康熙来了》中 有一期专辑节目 是汪建民和他的女友们 其中汪建民称自己 与本场的嘉宾们 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并且在乎他们每个人 对自己的看法 而后他又讲到 这些女生都是自愿的 都是自作孽 这样的说法太过可笑 汪建民明明是渣男 却以为自己是个 酒精风俗场的情场高手 即使是为了综艺效果 为了那点所谓的通告费 也不至于这样 断了自己的后路吧 大概最低俗的小说里 都不敢有这样的情节 欠债六百万 因拒不还债 脱欠债款 被一纸诉讼告上法庭 从此 人人皆知的明星 从古至今大概也就一只手 数不过来的那么几个 汪建民就是其中之一 据媒体了解后报道 汪建民是通过自己的粉丝 向一位医院的工作人员 借款六百多万元 但汪建民迟迟未还 最后两人以庭外和解 结束了这场以诈骗罪名成立的案件 但在这之后 汪建民又被多家借贷公司 曝光欠下高额债务不还 有知情人士回应称 一是因为汪建民母亲 十年前曾患淋巴癌 两次中风后治病欠债 二是因为汪建民本人不善于理财 有钱时随意挥霍 又耗赌 曾输了两千多万台币 导致如今入不敷出 甚至于负债累累 汪建民本人在引发热议之后 也并没有否认 反而是大方站出来 称自己会努力跑活动 拼命赚钱还债 之后 他更是在社交平台 晒出直播卖柚子的照片 并表示 自己是受一位憨厚老农民所托 帮其售出好吃的柚子 汪建民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直播卖水果 一副为了生计讨好生活的样子 让不少曾经看不惯他的人 大呼活该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当明星也并不光荣 卖水果也并不可耻 任何一份工作 只要你努力了 就会有所收获 汪建民用亲身的 血淋淋的现实经验告诉我们 节约是美德 年轻是资本 人要往上走 钱要往多攒 义德要提升 品德更重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 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鱼记 尽情关注哦 大嘴鱼记